香港 計新版的1,000和500元紙幣 後年推出市面後 面額小一點的新銀紙也將會推出 金融管理局公佈新銀紙的設計 其中匯豐的新銀紙 暗藏原機 又和以問介紹一下 今次公佈的全新銀紙 面額分別是100元、50元和20元 三間發鈔銀行都各自有新設計 先講匯豐 新鈔票正面 繼續保留用匯豐獅子圖案 但背面就改以節慶為主題 展示香港不同傳統習俗和節日 100元銀紙的背面 是金字經廣場舉行升旗儀式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50元場景是元宵節 而20元就是中秋節 市民賞月玩燈籠等等 不過原來新鈔票是內有乾坤的 50元背面的花燈 花燈下面有兩個燈迷 大家可以猜猜這個燈迷是甚麼 猜中又獎猜不到的話 就可以問問我們的設計師 原來所說的燈迷 只要放大點來看 其中一個是寫著 四方八面都市山 山山都有一重關 謎底是田 另一個就是軟樹兩行山倒影 一葉小舟水橫樓 謎底是衛 指另外兩間的法州銀行 中銀背面設計改用香港自然景觀 100元鈔票用了獅子山做圖案 代表香港精神 50元的鈔票是東平洲 20元鈔票是淺水灣 而渣打就將中國古代發明對比現代科技 100元鈔票的背面是文印鞋 對比線路板 50元就是古代的密碼鎖 對照現金的保險庫 而20元就是算盤對應電腦圖像 至於新鈔票的防藝特徵 和較早前推出的1000和500元一樣 包括銀子的銀碼會變色 我相信拿著這三張都是新銀子 究竟市民何時才能真正得到呢 原來100元和50元 在今年11月就開始推出市面 而20元就會在農曆新年之前推出 金管局說務求令到市民 可以在農曆新年期間 用新銀子來封利市 金管局又說新鈔票推出之後 舊的鈔票即2003年發行版本 就會逐步在4至5年內回收 亞洲電視記者洪爾文報導